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像说我如果有特别特别多的龙灵币 但是我却在试炼商场里面找不到特别好的物品去购买 关于我们勇者的试炼玩法现在已经在制作当中 全新的勇者的试炼玩法呢 玩家在可以让玩家玩的时候有更多的更丰富的策略性和可玩性 包括新版的勇者试炼玩法里面 玩家可以使用能力对方更丰富的脚励 以及其他玄空岛之类的一些玩法 因为我们当前的重做重点是 英雄的调整以及勇者试炼的全新改版 其他玩法的界面可能还需要玩家再等待一段时间 好 那我们就多等待一下吧 好的东西总是直动冷的 对吧 冰粉们的下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破碎时空是否会增加第四个boss 破碎时空的boss数量其实是跟玩家平均战力挂钩的一个设计 如果后期玩家的战力有一个制的飞跃的话 我们也会考虑在破碎时空里面添加更多的boss 大概是 那期待第四个boss的玩家们你们就要加油咯 你们的战力还不太够呢 好 来自冰粉的下一个问题 上次我们黑舞活动的时候 有开展一次高级学院B的活动加先知活动 冰粉们想问我们是否有计划再次进行这样子的活动 而我们进行这样子的活动之前会不会提前进行一次预告呢 目前我们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活动计划 但是如果我们后面会有再次出现类似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提前通过各个渠道来告诉玩家 我们下一个问题 冰粉们想问 那我们到底是怎样决定每个活动的奖励和英雄的奖励的 是随机的呢 还是我们有一个内部的数据进行讨论得出的 这个当然不是随机的 我们在每一次活动的奖励进行规划的时候 是根据我们本身的一个计划进行的 当然我们也会考虑玩家本身的一些需求和建议 所以我们这次送了两个瓦没有的 亲爱的冰粉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想知道我们近期是否有添加新的活动的这样子的打算 一些新的活动我们正在制作之中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欢迎各位冰粉把想法留言到我们的评论中 我们会进行收集 下一个问题是冰粉们反映说 普通召唤 然后包括工会模仿 工会库本 还有全空岛这一类的活动 都需要我们冰粉们在固定的这个时间上线游戏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任务的完成时间进行一定的优化 这样的话冰粉们就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来游戏 关于这部分的内容 其实我们正在考量当中 在之前其实我们也对于像战役的战力品收获时间间隔 我们也把它从8小时提升到了10小时 为了就是让玩家能够更好 更适合玩家的睡眠习惯了 所以说如果说在这方面我们确定可行的话 或者第一时间的优化 看完以后有机会能够睡一个长达8个小时的睡眠呢 对吧 是10个小时 10个小时 最后一个问题 玩家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游戏开发方面 我们目前的重点是一些什么内容 目前游戏开发的重点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我们对当前的游戏版本进行一个深度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翻新一些老伴们的英雄 优化一些老伴们的玩法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是会为游戏加入更多的根据区位性的 根据策略性的新的活动和新的玩法 当然也请大家耐心等待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阿伟和阿金 也非常感谢各位兵魂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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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 召唤 她们 在 镇asi 这 dose 感谢观看